画面中一名男子已经喝得醉醺醺 拿着一把铁锹跑到马路上面 当时附近都还有其他民众 而这名男子竟然不顾他人的眼光 直接拿着铁锹乱砸车 把玻璃都打爆 铁放在路边的轿车后挡风玻璃跟车窗都被打破 其他的车也跟着遭殃 都是针对挡风玻璃在砸 明明无冤无仇 但这名男子随机砸车泄愤 全只是因为心情不好 张南已因与有人发生纠纷 心情不僵 愤而持铁锹 台中一名31岁张姓男子 最近会跟朋友吵架 于是自己喝闷酒 越喝越气愤 结果在21号晚间7点多 拿着一把铁锹跑到马路上 见车就砸 把人家的玻璃都砸破 猛烈的敲击声就像爆裂屋一样一直爆破 有车主听闻冲了出来 发现爱车已经被砸 本来一位室友小偷 结果警方抓到人后 才知道爱车变成他的储气筒 警方在获报之后 一个半小时左右将男子逮捕到晚 他坦言 现警差才会情绪失控 一共有五台车被他砸毁 通通都要他赔偿 另外涉嫌毁损罪 也被送往地检署依法侦办 东西人汤宜诺 陈泰佑 在台中常常报导 对不起